1月5日 周五了 本周能不能收羊呢 关键看今天了 现在看本周是4天 前三天走势非常不好 新年的三天 三个大棒给它消下来了 这里面通过三天 上证指数的跌幅还真没有跌多少 跌了0.69 不到一个点 但是你要再看 创业板指数跌了4.7 科创丸50指数跌了3.3 包括我们看一下 平均股价也跌了两个多点 那么本周要想收羊线呢 就是实现开门的第一周收羊 那么上涨指数是有这种可能的 那么其他两个指数呢 就有一定难度了 那么我们就要看了 科创丸50指数创出了新低 那还是上涨结构吗 很显然就不是了 那么我们说判断这地方是低点 有没有效呢 低位区域应远有效 时间换空间 总体上机会大于风险 这个是一定 你不要看它天天跌 跌也没有跌多少 那么未来呢 也就是2024年这一年当中 这个位置是一个相对的低位 你不能说必须这地方一定是低点 但是这个位置能有收益 这个态度是不会给它转变的 看这个创业板 创业板本周要收阳线的概率 它跌的是最多的 也比较小了 也基本上创出了新低 创业板50是创新低的 那它就是运行的是下跌趋势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的判断跟科创丸50指数的判断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上涨指数 这个上涨指数今天 本周收阳线的概率就太大了 因为它一共就跌了0.69 所以今天一个反上的动作就能形成阳线 大家看这轮呢 谈的当中上涨指数表现的是最强的 现在从30分钟走势 日线走势 它就是一个良性的调整 所以有些品种 那么今天呢 昨天还是在白酒跌的比较多的前提下呢 是不是 今天就看看 白酒能不能起稳 创商能不能起稳 这都是挺关键的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看几个板块 因为我们盘前要分析板块 上涨的板块呢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户外露营 因为它午后走强的 昨天午后走强的 然后分析一下供销社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再分析几个下跌的行业板块 户外露营呢 午后你其实在这儿 是不是 快速拉升 那么很显然这种走势是一个强势的攻击性 并且它这个上涨的时间是够的 你看这里从这到这超过了20分钟 什么这攻击是有效的 然后到后来还能横住 比较强 这个叫户外露营 我们看看它的K线 这种K线的走势呢 低点之后的低点不破之后抬高 直接大有直接创新高的这种可能 这是一种强势攻击的态势啊 站到了多条均线的上方啊 走出的是一个类似于多头共振的这种走势啊 这个是一个看多的走势啊 但是大家看呢 这是一个30分钟走势 这明显是一个底部结构 形成几倍突破颈线位 这个突破可能会有点整理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 第二个我们看一看这个供销社概念 这个供销社概念呢 跟那个户外那个就不一样 因为它是早盘上工的 大家看见没有 早盘上工然后尾盘走回落了 像这样的品种 尾盘走回落的就要小心 今天就会继续回落 虽然我们说它这个日线 也是一个突破的形的 但这地方要明显要出现一个整顾 另外大家看 昨天的成交量没有太有效的放大 就是这个供销社能不能延续 从这个板块走势来看 可能概率呢 也就是个股的延续延续 要么这边要稳住一下 然后有一个补量的过程才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几个下跌的行业板块 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能源金属 能源金属呢 实际大家都知道是啥 电池、锂电这个方向的 稀有金属 大家看它在解钳的这颗大阳线 它现在是消掉了一半 还不能断定它就直接走下跌趋势了 也就是说呢 它截前呢 创业板50指数走着墙 跟它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现在看呢 应该还有这么向上的一笔 是吧 这地方应该理解为这个二浪 这个地方应该理解为四浪 看一看今天怎么走 不过呢 如果这个阳线要全部 现在已经吃掉一半了 岌岌可危了 这个地方你要多少注意 如果再向下 那就要注意风险了 这个我们看看电子化学品啊 电子化学品呢 就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 有些半导体的塑峰啊 还有一些光刻胶 光刻基等等 这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大家看 它的这轮反弹当中呢 它也不算太强 这地方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调整 一个反上 成交量没有配合 直接向下来了 所以这种的走势是最不确定的 也就是它重新失守了二0线 看上跌穿二0线 并且 并且在这个三分钟短期多空线 也是一颗阴线跌破的 这个低点将面临着考验 看看能不能站住出现分时反伸的动作 如果出现反伸动作之后 还可以考虑考虑 不过它不是本轮的比较强的品种 它不算啊 所以说从这个道理上讲呢 可能还会它走弱势的 概率是偏大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风电设备 这个风电设备呢 实际这个光伏设备呢 这两天也在调整啊 调整的幅度昨天还不小 那么这个呢 节前的这一颗阳线 大家看着也是岌岌可危的 不过跟这个光伏设备 基本是走的差不多 应该是一个良性调整 毕竟还是在二0线上方啊 大家注意三十分钟的短期多空线 已经跌破 也就是这地方岌岌可危了 必须在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上方站住 重新收服这个三十分钟的 这个多条均线才是可以的 如果继续向下 那么就也要注意风险 跟我们说能源金属的走势 是差不多的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酿酒啊 卷商板块不说了吧 因为什么呢 走的 看看今天能不能有表现 今天我们盘中在说卷商啊 这个酿酒 这个酿酒呢 它不光是白酒啊 因为白酒板块跟它走的相近 但不同 有点相似 我们就拿它当白酒了啊 大家注意 节前的这颗阳线呢 已经打穿了 打穿就是 下面就是考验这个低点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 由强基本就是转弱了 就看它能不能站住了 我们说白酒稳呢 上量指数才能稳住 如果白酒要稳不住呢 上量指数这地方 虽然是判断是一个低位 是战略性的上一个机会 但是它筑底毕竟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白酒 这个时候需要它的挺身而出 白酒昨天走的事 确实是挺弱的 但是就是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之下呢 上量指数还是维持着相对的强势 就说明啊 做多的力量还是尚在的 不过这种走势呢 是一个比较利益担忧的地方啊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品种呢 你要看它的反筹的力度了 如果力度不要强 你要注意一下 它可能会走弱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更多的板块分析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 谢谢大家